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很多业主在装修前后都会有一种焦虑或者一种担心 首先在装修前就会担心装修公司究竟好不好 会不会有一些报价上的一些问题 装修后又担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投工减料 或者说活乱干的这种情况 今天大崔说说自己在装修方面的一个标准 如果说你是装修的同行 拿去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说你是业主的话 做一个对比 选到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装修公司 这样非常省心省事 第一个从报价单方面 很多业主就会担心装修公司会有一个投工减料 或者说有一个增向的问题 这是最严重的 尤其像增向这个问题 增向问题我们是这样做的 平米比较小 装修不是过度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是签到闭口合同 就是说我们的报价单是没有任何增向的 零增向 这是第一点我们的一个承诺 第二个偷工减料方面 我们会从辅料单规定到型号 在施工之前给业主下发到 因为我的基本上所有的工地 只要业主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 我们所有工地都是统一的辅料 这样我在所有工地的材料传换方面 包括给业主的一个保证方面 都是非常好的 这样大家也有更多的一个信任 第三个工艺标准方面 我们在现在的市场行情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主做的是半包 基本上有一大部分是在做半包 水电木瓦油这种基础工艺 所有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吊顶都是青钢龙骨 比如说我们的防水都是做三变防水 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有的工艺都一样 除非有特殊要求 当然特殊要求咱们特殊讲 第四个就是我们会亲力亲为 相比于一些大的装饰公司 我想我的优势就是在于我的亲力亲为 因为大的装饰公司 跟你们去谈报价 谈设计也好 谈优惠活动 都是那些设计师 然后你真正签完单之后 这个设计师几乎你就看不见了 然后就会有一个工长 在介入你的整个装修的施工过程 这样就会有一个 就是说相互之间协调沟通方面的一个问题 出现了转包 大随这块就是亲力亲为 不做任何转包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大家在对比这些装饰公司的方面 我觉得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不足 慢慢的再去更多的完善 希望也是评论区的朋友们 帮大崔总结总结 就是我们还有哪些的一些不足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大崔 观众上兄 明镜需要 明镜需要 明镜需要